回将军府前 严谨说要娶我为妻 到了将军府后 我见到了他的妻 对方强忍着泪握住我的手 愿与我姐妹相称 我笑咪咪拒绝 我不做妾 老夫人斥责我不知好歹 下人们各种给我使绊子 笑我乡野之人 还想登大雅之堂 就连严谨也改了口 劝我尊重主母 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翻了个白眼 拿起小药箱连夜跑路 都说了不做妾了 这家人怎么听不懂人话呀 溜了溜了 严谨说 她上一次回京还是三年前 所以这次回来 家里肯定会准备一个 很隆重的洗尘家宴 我原本还挺期待的 毕竟我两辈子夹在一起 都没吃过一次豪门宴席 超想体会一次的好吗 结果心没吃到 我先见到了我男朋友的老婆 离了个大谱 她是一个看起来 十分柔弱的女子 从见到站在严谨身后的 我那刻起就如临大敌 不仅身体难以控制地颤抖着 就连那双性眼都蓄满了泪 那时我不知道 她是严谨的夫人 还在那儿一边好奇地偷看人家 一边在心里猜 这姑娘是不是小说里 说的那种客具在将军府 对男主爱而不得的表妹 没想到 她在老夫人说完话后 缓步而出 诗诗然行了一礼 对严谨说 卫福见过夫君 她说得正重 我听得震惊 夫君 严谨不是单身吗 而且她这三年都在边塞 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她怎么成得亲 我看了眼严谨 想要她给我个解释 但她看起来也很惊讶 老夫人用眼角扫了我一眼 故意走到严谨和卫福中间 乐呵呵地把她俩的手叠在一起 瞧瞧 狼才女貌 天造地设 我怎么说来着 多相配啊 她半是称怪 半是暗示地对严谨说 否则可是救了你一命 你往后一定要对她好 知道吗 不然你岳父 可是要把你扔进大理寺的 严谨本来想把手抽出来 听到这句话后 就没动作了 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卫福 卫大人着声了 听起来不像对卫福一无所知 卫福一脸羞涩 黄恩浩荡 爹爹上寻任了刑部上书 正三品 是很大的官僚 严谨看卫福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我也是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严谨怎么会多出一个夫人 但我能够想明白的是 我和她没有可比性 严谨是个很看重价值的人 她当初追我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我一身医术 但现在我们不在战场 严谨接下来要打的是朝堂上的仗 对她来说 显然是刑部上书之女的价值更高 我低下了头 脑中朦朦胧胧 很恍惚 后面严谨和卫福说了什么 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但火还是烧到了我身上 卫福柔顺地问起我 夫君 您还没介绍这位妹妹呢 我文言抬起头 严谨正好看了过来 她看我的眼神一如往常的温柔 她是李观仪 你们以后好好相处 没有否认卫福的称呼 还特意点了好好相处 我在她那儿的身份是什么 不言而喻 屋内顿时安静下来 卫福看我的眼神闪过极度 老夫人则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 我却五味杂陈 我原本是不愿来京城的 边塞才是我这一世的故乡 我在那里结交了许多战友 建立了我的小小事业 他们于我而言弥足珍贵 因而当严谨说要回京以后 我考虑再三 提了分手 是他求的我 他说他离不开我 他要我跟他回家 他要做我在这世上第一个亲人 他要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娶我为妻 说那些话的时候 严谨的脸硬着篝火 整个人洋溢着热情和骄傲 于是我心动了 跟着他万里迢迢赶回京城 但现在他却突然有了妻子 最重要的是 他竟然给我安了妾的身份 哪来的脸 我压抑住心中的愤怒和委屈 毕国卫福音切着伸过来的手 规规矩矩 行了一个男子的拱手礼 在下李观仪 是岩将军旗下的幕僚兼军医 见过老夫人 见过夫人 陈国 除了男子外 有官职的女子 女夫子 或者在学里读书的女学生 都可以行拱手礼 后宅中的女子 则多行万福礼 因此 世人通常可以通过行礼 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 我这一礼 等于否了妾的身份 严谨的脸 当时就黑了下来 我不需要正眼瞧她 就知道她的眼睛 在责怪我不懂事 她向来如此 在她心里 家丑不可外扬 有什么事 我都该先在外给她面子 是怎样事后再说 魏福倒比我懂事得多 她只是愣了一下 就缓过神 依然揪着我的身份不放 真是人不可貌相 妹妹这般貌美 竟还能帮着夫君做谋略 夫君在外这么些年 多亏有妹妹贴身照顾啊 话里话外说着 我明明以色是人 还往自己脸上贴金 说白了 也就是个嗜切罢了 我气急了 刚想反驳 就见严谨对她笑了一下 似乎是很满意 她递来的这个台阶 果然确实很聪明 我在边赛这些年 多亏有她 才能这么快收服人心 魏福脸一僵 看我的时候已经挤不出笑了 但她还是强忍着情绪说 夫君 您看 我给妹妹将院子安排在哪里更好 我抢在严谨前面打 李某是幕僚 虽是女子身 但此次随将军进后宅 拜见老夫人和夫人 已经不合规矩了 怎么能再住内宅呢 无名无分住在内宅 那连妾都不是了 严谨看着我 眉毛皱成一团 你不住内宅 我学着幕僚该有的样子 低头说是 严谨感受到了我的不悦 她语气一缓 那你想住哪 我一字一顿 将军 我打算在府外聘个院子 胡闹 你给我住东继阁去 东继阁在外书房旁边 只要严谨不在正院睡觉 那东继阁就是离她最近的地方 难怪魏福听她这么安排以后 眼睛都红得 似乎要低出血 我原本想着 罢了罢了 好歹没出来一趟变成妾 好歹住外院比内院要自由 结果我还是天真了 严谨给我安排了两个小丝 魏福给我安排了两个丫鬟 小丝防着我跑出府 丫鬟防着我跑书房 最后的结果是 我连踏出东继阁一步都难 我真该跟军中那些傻大哥们 学几招功夫 我就这样被拘在东继阁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 严谨一次都没有来找过我 拜他所赐 我这三天吃的都是冷菜冷饭 比我那几个丫鬟和小丝还不如 第四天的时候 府里各处都装饰上了红绸和喜字 晚间 魏福身边的大丫鬟来请我过去吃饭 将军心疼夫人成婚当天 是一个人拜的堂 所以今儿个要补夫人一个婚礼 我微微一愣 那就补呗 怎么 还需要我同意吗 大丫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脸都绿了 他话里有话 夫人很看重李姑娘 特意派我来请您过去参加 我很疑惑 虽说将军遵我一生先生 师又同父 但我素来和他平背相交 并没有真把他当儿子看 所以夫人大可不必请我去观礼 我继续好心跟他解释 而且你看啊 将军喊我先生 我去了坐哪里呢 总不能坐老夫人旁边吧 我年纪还小呢 那多不合适 所以呀 我还是不去为好 大丫鬟被我虎的脸一下红一下白 碍了半天也没碍出后续 主要是严谨向李贤下士 确实会称呼他看重的幕僚为先生 而凭这一声称呼 强行要做长辈位 也确实是一个虽然有病 但也说得通的行为 所以大丫鬟不敢反驳 我趁着他一压压的时候 从我那小破包袱里拿出一把像了宝石的匕首 扔到他怀里 水里 我没漂亮盒子 将军和夫人将就一下哈 丫鬟被匕首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的才把他抱住 他迷迷糊糊往外走 我在后面边挥手边喊 记得替我转告将军一声 谢谢他个孝心哦 还有 别忘了端一份洗面给我呀 好可惜 我到底是没吃成严谨的洗 别说洗了 晚饭都没人给我端 我只能苦兮兮地坐在饭桌旁 喝着西北风 看着出冬季格外的院子 张灯结彩 听着门边丫鬟怯怯思语 夫人穿大红夹衣真好看 是啊是啊 厉鬼穿大红色也好看 将军也很好看啊 是啊是啊 难厉鬼吗 但偏偏有人不喜欢穿大红 不喜欢八台大叫进门呢 谁啊 喜好这么特殊 我从门后探出头 说闲话的丫鬟一边回头 一边脱口而出 不就是冬季格那位咯 上赶着 李 李姑娘 两个丫鬟看清我的脸后 吓得连连后退几步 我站在门边冷冷地盯着他们 上赶着什么 丫鬟们低着头 不回答 不说就站着 我命令的语气 激怒了其中一个丫鬟 她突然抬起头 用尖锐的嗓音叫嚣 说就说 不像你 上赶着爬床 做妾 你也不看看 你是什么身份 还想做我们家将军的妾室 就你 通房都不配 我淡淡地看着她 突然叹了一口气 语气平静 我不会做你们将军的妾的 请你们夫人放心吧 丫鬟看我的眼神写满了不信 怎么可能 将军那么出色 我有些无语 那你的人生目标是爬床吗 丫鬟茫然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想不开 像她这样从将军府放出去的丫鬟 高低也能嫁个小管事做正妻 要是生的孩子再出息一些 说不定还能读书呢 要是再再出息一点 读书读出了成绩 那不就实现阶级跨越了吗 她为什么要做妾 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一辈子都敌人一等 我嫌弃极了 你都不想 我为什么想 我要是回了边塞 想娶我的能从关内排到关外 他们要是死了 哦 不 为国捐躯了 我还能拿一大笔抚恤金 做个快乐的单身富婆 所以你说 我为什么要选你们将军 丫鬟哑然半天 因为她好看 完了 更嫌弃了 严谨给她的美娇娘 补办婚礼第二天 终于来见我了 她一来就把镶着宝石的匕首 扔到我面前 满脸怒气 李观仪 你什么意思 还得说我聪明 要不是这把匕首 估计她还不打算来见我 我那会儿在吃鸡汤面 前一天评价严谨好看的 那个丫头 给我端的 我美滋滋地喝了一口汤 回答 祝你新婚快乐呀 严谨手一挥 我的面撒到了地上 漂亮的碗 碎成几个大块 和许多细碎的小块 炙热的汤水溅到我的手背上 烫红了一片 李观仪 好好回话 她暴怒 我盯着碗和面板上 突然站起来 用烫伤的手 狠狠刮了她一嘴巴 她的脸和我的手一样红了 严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这一巴掌 是因为这碗面 我会看着她 从来将军府的第一天到现在 这碗面 是我唯一迟到的热食 严谨 这是将军府 你是将军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件事 严谨抿住了嘴 她不想承认 某件事的时候 就是这副表情 我仰着头 气势丝毫不虚 你当然知道 你不仅知道 你还纵容下人 在我跟前嚼舌根 纵容卫府找人挑衅我 你还故意拖着不见我 你不过就是想让我觉得 势单力薄 想让我求助无门 让我觉得我只能依赖你 我吃笑一声 你是不是忘了 我李观仪是从阎王爷手上抢人的人 害怕你这些小伎俩 严谨深吸一口气 随后吐了出来 她还是黑着脸 但怒气却消退了不少 她一边喊人打盆凉水 一边对我说 你是整个陈国最好的商医 要珍惜自己的手 我冷淡回对 你不泼我的面 我能烫伤 那你也不该用手打我 都肿了 下次你拿棍子打 不行拿匕首筒也可以 严谨顺着我的话调侃着 又吩咐下人端好菜上来 我只觉得疲惫 过去她也是这样 虽然出身高贵 但总能放下身份来哄我 那时我是很吃这一套的 因为这种差异式对待会让我觉得 自己对她来说是特别的 但现在我却觉得恶心 如果我真的那么特别 为什么会有个卫福 严谨拉着我的手进到冷水里 等我们都沉默了一阵子 她才开口 管 不闹了好不好 我不做妾 我很平静 你要我和你一起回京城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你就当是为了我 为了我们 也不行吗 严谨拉着我的手慢慢变紧 她是真心实意地问出的这个问题 我望进她的眼睛 严谨 我不做妾 她又沉默了很久 然后再一次 岔开了话题 我不知道母亲会这么坚持 三年前我重伤的消息传回京城 母亲就求了为家女进门冲洗 那时卫福的父亲还是县令 正上下求着疏通关系 想更进一步 就把庶女卫福嫁了过来 等我苏醒过来 收到消息的时候 礼已经成了 那时我身边已经有了你 哪还容得下别人 我写信给卫福 说要与她合离 我许诺她 会在军中替她寻个良人 并且给她补贴一大笔嫁妆 信先被母亲看到了 母亲认为 卫福救了我一命 我不可辜负这一命之恩 再加上她很看好 卫大人的前程 所以她把信截了下来 母亲回信说 她会安排好一切 让我安心领兵 我是真没想到 卫福还在家中 管儿 我卫福你 严谨小心翼翼地 把我的手捧在手心 亲自拿起帕子 把水擦干 她看着我 仿佛只看得见我 我也同样专注地看着她 慢慢地 温柔地开了口 是吗 可我听说 昨个正院 要了三次水呢 严将军 太久不吃肉 我坏了吧 我的声音 就像一声叹息 把我心底那些 碎成细碎渣子的感情 看得无影无踪 严谨僵僵住了 管儿 我必须圆房 她还想解释 她当然必须圆房 她多可怜 她被母亲逼 被世俗逼 被岳家逼 被责任逼 被 什么逼得圆了三次呢 多可怜啊 我把手抽了回来 打开药箱 找到烫伤的药膏 细细地给自己涂了起来 匕首还你了 你说过 我可以用它换一个愿望 严谨一瞬间紧绷了起来 除了休妻 我什么都依你 我手一顿 诧异地抬起头 你想多了 我只想离开将军府 狗男人 匕首拿走了 还不放我走 肯定是因为 我没哭着求他 不要抛弃我 让他恼羞成怒了 太狗了 啊呸 不能这么说 狗可比他忠诚多了 好在不幸中的万幸 我终于吃上热菜了 还跟那个 给我端面的丫鬟 成了朋友 好吧 其实是我单方面这么认为的 他心里只有他的主子 但好歹 我有个说话的人了不是 我就这么在将军府 又住了半个月 住到都要长草了 那丫鬟突然跑来找我 出事了 你 你小心 不能做就别做 千万不要逞能 保命要紧 我刚一头雾水 严谨就过来了 他冷着脸 十分严肃 拿上药箱跟我走 这是有人受伤了 我眼睛划过垂着眼 把手指拧得通红的丫鬟 心里有了数 恐怕是某个身份贵重的人 受了危急性命的重伤 我连忙拿了药箱 又从小破包袱里 捞出几瓶药 小跑跟上严谨 他带我去了公主府 我们到偏殿的时候 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子 迎了上来 他锁着眉 眼神焦急 但举手投足 却十分稳重 严将军 这位就是武阳军的李大夫 儒雅男子对我露出了一丝惊异的表情 但很快眼去了 竟然这么年轻 真是巾帼不让须美 我潦草地朝他醒了一个拱手里 大人好 请问病人何在 儒雅男子并没有对我的敷衍表示不满 他客气地将我带进房间 我立刻闻到一股血腥味 并很快看到了血腥味的来源 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少年 他躺在榻上满头是汗 呼吸急促 身上有多处刀伤 腹部还插着一支剑 少年旁边站着一位胡子花白的老者 和一位光彩夺目的女子 我照例一个拱手里打遍天下 然后直奔老者 在下李观仪 武阳军的商医 请问商者现在 趁着老者与我简要说明少年的情况的同时 我马里地包起长发 洗净双手 打开药箱 拿出了针灸和各种药剂 我很赞成您的顾虑 这箭语一看就是来自军中 箭头势必有多处倒钩 贸然拔出来恐怕会伤了腹脏 我能设法把箭取出来 缝合也没有问题 但因着军中条件有限 士兵们多靠硬抗 我反而不擅长麻醉 宁可有适合的方子 天殿十分安静 除了我和老太医的交流声和做手术的声音 整个房间就只听得见呼吸声和往来端热水的吓人的脚步声 我对这个手术环境很满意 当然 如果那名女子不用那么灼热的目光盯着我的话 我会更满意 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在老太医的配合下顺利地完成手术 这时天已经黑了 如何 女子问 她的声音朗朗 但仔细一听 那里带着一点微妙的虚幅 应该是深有究极 我心思回转 谨慎地回答 总体来说比较成功 接下来就看公子自己了 女子点点头 有些高傲地打量了 我好几眼 你是严谨的什么人 在下是严将军的幕僚和帐下军医 哦 女子玩味地笑了一下 看我的眼神转变成了调侃 只是如此 本宫倒是第一次见到千里迢迢 跟着主将回京的军医 称呼自己为本宫 这一位果然就是公主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 看来我的事在贵族圈子里不是秘密 只是不知道被传成什么样了 该不会是将军回了 还带回了一个怀孕的女子之类的吧 我打了个冷战 公主又说 不过这是好事 只是大夫的话 我就好跟严谨要人了 你今晚留下来吧 等要是醒了再走 他顿了一下 他什么时候醒 你什么时候走 我瞅着他大不留心离去的背影 回头看了眼那个苍白的少年 完了 我的医者之心开始疯狂晃动 我竟然有那么一丢丢希望他晚点醒了 好吧 我也就偷偷这么想了一小夏 毕竟身在这个年代 少年要是不行 我大概率也是个没命的下场 虽然我看起来已经名阳到了京城了 但说到底也只是个大夫 在市农工商里排倒数第二 明明是我引以为傲的工作和人生理想呢 我揣着手 站在客房的窗户边 抬头望月 李大夫 李大夫 公子醒了 有小丝匆匆而来 人没到 声音先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连忙拎起药箱 来了 来了 我随小丝去了偏店 这一次 屋子里喜气洋洋 公主和中年男子 也就是驸马已经站到了踏边 少年也坐起了身 我两步走过去 不赞成地说 谁让你起来的 快躺下 少年看着我一脸诧异 他瞅了眼一旁的公主和驸马 倒也没说什么 乖乖地躺下了 我给他把了脉 又细细看了下舌头 用手测了一下额温 烧基本退了 接下来就是静养 说完我又去扒了他的衣服 失礼了 伤口恢复得也很好 公子身体真不错 我诚心实意地夸奖 少年一脸难以形容的别扭 他转头问公主 他夸我身体好 公主额头一跳 无奈地训斥他 名要 不可无礼 要不是李大夫 你现在已经过奈何桥了 少年嘻嘻一笑 那我也不喝孟婆汤 我要投胎做姑姑的孩子 保护姑姑 公主就笑了 你这孩子 齐国公要是听到了 肯定要打断你的腿 少年满不在乎 不可能 我爹肯定会把我打包送给您 我默默退到角落 听着两人聊天 脑子里想的全是三天前的事 早在我住进公主府的时候 严谨就告诉了我 这里是战国公主的府邸 他要我谨言慎行 一定一定不要得罪他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战国公主是本朝的传奇女子 15岁就领兵上了战场 尽可阔疆土 退可守国都 成果也是因为她 才有了女子也可为官的律令 换句话说 得罪了战国公主 就等于得罪了皇帝 和所有女性官员的家族 而那些女性官员 也是有同窗和娘家的呀 但当我问起少年的身份时 严谨却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你是大夫 治病就行 其他的不要多问 你只要记住 不要跟他过多接触就行 你也知道我只是个大夫 那你想没想过 我要是治不好 会是什么下场 我脑子一热 顾不上阁墙有没有耳朵 直接回怼过去 顾尹的语气立刻变柔和 你不是做得很好吗 你一向都能化险为夷 我对你有信心 我失望地闭上眼 这个男人 真是连我刚认的小姐妹都不如 人家起码还会提醒我 不要勉强 保命要紧 而她 只会在这里 说她的狗屁信心 信心是什么 有命重要 那日我和严谨不花而散 她一走 我就开始盘算 要如何名正言顺地 离开将军府 只是不论如何 我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但现在 我悄悄抬眼 看了一下公主和少年 现在 这个方法 似乎自己找上门了 少年敏锐地发现了我的眼神 你在看什么 在得知自己的状况还不错以后 这位小少爷强行坐了起来 我老师回答 回小公爷 我在看公主和您的脸色 少年 那你看出什么了 嗯 等等 你认识我 少年好奇 你是民间的大夫吧 我知道 从这句话开始 我必须句句不错 我斟酌道 我不认识您 我是根据您和公主的对话猜的 这很好猜 能喊战国公主姑姑 却又不是皇子的 满大京城就只有一人 那便是国舅爷于赵的幼子 这个少爷跟别家公子哥可不同 他是老来得子 上头三个哥哥 两个姐姐 每一位都优秀的不行 要不是担心大臣们弹劾外妻势力大 皇帝恨不得给五个外甥官职全拉满 也不知道 是不是上头的哥哥姐姐 把优秀基因全系走了 到了渔民药这里 就只剩了个渣 他是礼乐社玉叔叔 样样不通 吃喝玩乐 样样精通 他每年对家族的最大贡献 就是把哥哥姐姐们的俸禄 全部发光 天天从皇帝到公主 再到兄长和姐姐们 每一个又宠他宠到不行 最后 玉使都坐不住了 天天在大殿上苦口婆心地 劝皇帝和瑜伽大哥 别再宠了 再宠大臣们 都得弹劾他们捧杀了 所以 在京城有个说法 你可以惹皇子 但不能惹小公爷 因为他那一大家子 位高权重 且不讲道理 这位脸上 写着顽固二字的小公爷 听我这么说 笑了一下 倒是不笨 那你看 我和姑姑脸色做什么 我在看你二人心情如何 心情好的话 我想求个赏 渔民药脸色淡了下来 语气明显不悦 说吧 想求个什么 您看 我猜到了您的身份 又看到了您那一身明显不正常的伤 要不 您把我留下 只是贱伤还能勉强轰轰人 找个别角的理由瞒过去 但那样新旧交叠的刀伤 可不是一个顽劣公子该有的 我认真推荐自己 其实我不只擅长伤衣 也很擅长调理身体 你阴雨天都不好过吧 渔民药脸色一沉 公主却喜怒 不行于表面 你是大夫 治病救人是你的职责 怎么 你还想用你的职责来威胁我 他生气的时候 声音很有压迫力 即便是半靠在那 也给人一种 他能像捏死蚂蚁那样 轻易捏死你的感觉 我咽了口唾沫 心怦怦直跳 但奇异的是 我竟然并不感到恐惧 他是在给我机会 我没有威胁您 我在给您出主意 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夫 您和公主会给我一笔封口费 然后把我打发得远远的 但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夫 我是岩将军帐下的军医 您怕是不好打发 而且我医术还不错 救了很多人 您二位总不能杀了我 那不是浪费人才吗 这么一来 留下我才是最好的选择 于明耀和公主都沉默了下来 几秒后 公主哈哈笑了起来 我在看于明耀 她也重新露出了笑 真神奇 这个人不笑的时候像钟葵一样吓人 笑起来却像个不安适适的单纯少年 他们一笑 我就松了口气 看来我想的没错 他们一开始就打算留下我 只是这留下和留下又不一样 如果我没有主动说出来 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把我 关在某个小院 需要的时候召唤一下 不需要就让我烂尽土里 这个操作还真眼熟 如果我主动说出来了 就能证明我是有价值的 这样的话我就有资格获得一定的自由 和充满可能性的前程 公主笑了一会儿 突然问我 老师说吧 你是不是想借我们的手离开眼井 我犹豫了一下 选择老师点头 公主也不生气 不错 是个聪明姑娘 没被情情爱爱弄昏头 我喜欢 不过你为什么不要我把你留下来 反而要跟明耀 我老实巴交地回答 我有想过 但您这边门客众多 我挤破脑袋 也没一席之地 小公爷就不一样了 他身份高 明面上没什么门客幕僚 而且 我支支吾吾不敢继续说 于明耀白了我一眼 一个字一个字地接话 而且我顽劣成性 强抢民女损不了名声 是吧 嘿嘿 我傻笑着默认 在我强烈要求 出席于明耀和严谨的谈判以后 第一次体会到了 被现任老板和前男友争夺的感觉 挺玄幻的 真的 严谨一个人剑拔弩张 于明耀像支箭兮兮的猫一样 老神在在地在那喝茶 而我 站在两人中间 笑容和煦地 像即将成佛的幼儿园老师 严谨先开了口 他咬牙切齿 额头上的青筋都冒了出来 于小公爷 你这么做 是不是不道德 于明耀很惊讶 我什么时候还做过道德的事 严谨捏紧拳头 看上去似乎正极度克制着 自己不对着于明耀那张脸揍下去 李姑娘不仅是我的大夫 还是我的女人 严将军不要玷污我的名声 我冷冷插嘴 于明耀则淡定极了 巧了不是 我就是看中他这个人了 自从我被他一针一线缝好了肚子 就决定以身相许了 严谨满脸写着不可理喻 你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吗 管儿是大夫 他救下的人没有几千也有几百 难道人人都要对他以身相许吗 我笑咪咪接话 您说什么呀 您不就是因为卫士救了您一命 才以身相许的吗 于明耀又是一惊 曾夫人也是大夫 严谨抿起嘴 不要开我夫人的玩笑 她只是一个弱女子 于明耀看了一眼我脸上越来越假的笑 喝了一口茶 说那你夫人怎么救的你 哦 我想起来了 冲喜是吧 你那大夫挺倒霉 辛辛苦苦给你智商 结果你们全家人都觉得是冲喜冲好的 你枕筋给足眉 眼睛沉默了 我短促的喝了一声 于明耀恍然大悟的看着我 那倒霉大夫是你 你该不会前眼没收 她一脸同情 外加看傻子似的表情 我被看得又羞又气 这祸不是我这边的吗 严谨没在和于明耀争论 她满脸通红地看了我一眼 落荒而逃 屋子一下就安静下来 风从敞开的门盒窗里徐徐吹近 我嗅到了自由和轻松的味道 于小公也惬意地喝了口茶 一句话就破坏了我刚挂上的快乐笑脸 当初你看上她哪一点了 脸 身材 还是官职 我嘀嘀咕咕回了句 谁年轻的时候脑子没进过几次水 于明耀拿着茶杯的手就顿住了 她犹豫了好几秒 羞涩回答 我 跟了于小公也一个多月以后 我惊喜地发现 她虽然嘴贱 一身秘密 但她钱多是少 还户短 这意味着 只要我不犯傻 去接触她那些秘密 她就是当代最体贴的老板 我正式入职的第三天 她就在京城最好的地段 砸钱开了一家医馆 让我去做堂 不仅给我发月钱 还发分红 此外 她还特意从国公府 挑了个经验族的管事 过来当掌柜 这样我就不用发愁经营一类的事 只用好好钻研医术 治病救人就行 她甚至还给我剥了一对 十多岁的龙凤胎做药童 这俩孩子 长得聪明漂亮又识字 还从小习武 给党去很多麻烦 简直就是最佳助手 这样的待遇 实在让人太感动了 以至于我怀疑余民药 是不是暗恋我 于是 我在某次给她请平安卖的时候 十分诚恳地告诉她 您给钱就行 不用以身相许 真的 她把我扔了出去 扔完不知怎么的 又从书房走出来 蹲在我面前 算了 还是跟你说一声 免得你乱想 你那一管的主页 是收集情报 你只是个障眼法而已 我恍然大悟 原来掌柜和药童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她那些秘密工作 我犹犹豫豫 那您现在告诉我了 会不会把我灭口 我能不能当作没听见 她白了我一眼 把我和我的小破药箱 直接扔到了大门外 不过这次以后 于明耀就稍微有些 把我当自己人了 当她要跟公主 谈一些正事的时候 就会打着带女大夫 给公主调理身体的幌子 带着我一起去公主府 当然 来都来了 我肯定是真的 要给公主把脉的 就像我初见她时 猜测的那样 公主因为早年太拼 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 虽然伤病都已经养好 但底子却伤了 公主府的那位老太医下了 很大的功夫给她调养 皇帝更是补品 药材流水一样的 往她府里刺 如今她又好了许多 只是依然很未寒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公主36岁了 还没有孩子 这是一直是她 和驸马心里的一道伤 为了抱好大腿 当然更因为 我对公主的由衷敬佩 所以哪怕明知道 只需要做做样子 我也决定尽职尽责地 做好自己的工作 时间 在我沉迷事业的过程中 一晃而过 直到卫福踏着初秋的良意 走进医馆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 已经有两个多月 没见到严谨了 龙凤胎中的弟弟问我 要不要把卫福赶出去 就像他和他姐姐之前 把严谨赶走那样 我张大了嘴 她来过 龙凤胎中的姐姐飘过来 一拳砸到弟弟脑袋上 笑咪咪回答 来过几次 姑娘在忙 我们就没让她进来 我有些好奇 来过几次 小丫头的笑容 丝毫没有变化 但又揍了弟弟一拳 八次 那就是差不多 每周都来打卡了 难怪她老婆要来找我 我很生气 恨不得穿回去 给看上她的自己 善良的大嘴巴子 她难道不知道 最好的前任 就是懂得消失的吗 一个有夫之妇 这样一次次地 在大庭广众之下 来找一个未婚女子 居心何在 我可以一辈子不嫁人 但不可以被人认为 是因为她 看到我气得脸都红了 龙凤胎下的 琪琪跪到了地上 姑娘 我们不该擅自做主 我们认罚 说完还怯声声抬头看着我 泪眼汪汪的 我看着这一模一样的两张漂亮脸蛋 一下就不气了 我摸摸他们的脑袋 柔声说 我不是在生你们的气 你们不是会自作主张的人 是小公爷吩咐的吧 替我谢谢小公爷 也谢谢你们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我知道 就像娘家人 为了防止恋爱脑的女儿 再次陷入泥潭 努力防着 不让两人见面一样 两张小脸蛋 听着就挂上甜甜的笑 真好看 我也笑了 去把将军夫人请进来吧 说不定人家是来看病的呢 见我眨眨眼 龙凤胎一乐 欢快地把人请了进来 没想到 卫夫真是来看病的 只不过他这病 有点特殊 他是华麦 卫夫看着我的眼神 带着窃喜和雀跃 应该是知道自己怀孕了 也是 堂堂一个将军夫人 不舒服了 总不至于到街边的医馆 来看大夫 所以 他是来炫耀的 我换上公事化的笑 恭喜夫人 是喜麦 约莫有约于了 为父害羞地回到 将军一定很开心 我点点头 那是自然 您府里一定有用的 灌的大夫 我就不给您 开安胎的方子了 您身体不错 最好是不要吃药 我给您写一些 注意事项吧 卫夫显然没料到 我这么平静 他安静地看着我写麦案 突然很失礼地问 你不生气吗 不嫉妒吗 这样直接 我写字的手一顿 两箱沉默下 我选择了继续写完 我把麦案递给他 认真地回答 我已经生气过了 再到你家住的那几天 我就把所有的气都生完了 我是不喜欢你 但也不嫉妒你 你是官家小姐 若非身不由己 怎么会去做冲喜娘子 如果老夫人没有擅自把信拦下来 你怎会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都没有 你对我做的一切 不过是在竭尽全力 维护自己应有的东西罢了 我为什么要嫉妒你 我带着唏嘘的语气问他 你幸福吗 卫夫看着我 眼睛睁得很大 他似乎从来没想过 我会说出这些话 又像是从没想过自己到底幸不幸福 好一会儿 他才颤抖着声音缓缓开口 其实这次是将军要我来的 他要我转告你 他愿意娶你做平妻 母亲也同意了 我讽刺回道 那他还真是做了不少努力 为服沉默了下来 他眼睛低垂 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 我见油脸 我不禁就把声音放柔了 我会请小公爷替我转告严将军 我无意做他平气 你 你为什么不愿意 将军说 你进门就是二访 对我不用行妾礼 生下孩子就是嫡子 这难道不比你在这里当做唐大夫强吗 你为什么不愿意 卫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急切 我从他的表情能看出 他不是真的希望我进门 他只是单纯地 迫切地想要知道我的答案 我诚恳地告诉他 因为嫁人 只是我人生的选择之一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只愿家里尊重我 爱护我 同时我也尊重他 爱护他的那个人 既然我于他是从一而终 他于我也应当如此 倘若没有这样的人 或者我心悦的他 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爱情和婚姻不要也罢 人生很珍贵 情之一字囊括万千 并不仅限于爱情 我有很多理想 也会遇到很多人 我要忙着去爱这些人和事 没有时间纠结于一个质不同 到不合的过客 魏福离开的时候很恍惚 他向我道了歉 还付了我一大笔枕金 他说 很遗憾 是以这种身份 和我相识 那之后 严谨就再也没有出现在 医馆门口了 听于小公爷说 魏福有孕以后 就加强了和娘家的人情往来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 魏家和严谨的母亲 都站在了他这一边 压得严谨 根本不敢出现在 医馆这条街上 没想到 他看起来柔柔弱弱 手段倒是不少 女人真可怕 于明耀说这话的时候 一手拿着点心在啃 另一只手伸过来 等我给他枕脉 我看着他那张 雌雄莫变的脸 突然想起来 他身边只有管事和小丝 根本没有丫鬟 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 小公爷不喜欢女人吗 我了然 随即郑重地拍拍他的肩 没有关系的 您的家人那么疼您 肯定会理解您的 于明耀毫不手软地 谈了一下我的脑门 我看你是闲得慌吧 走 跟我去看姑姑 事实证明 临时起义 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的马车 没走出太远 就突然一个急杀 我和于明耀 被颠得东倒西歪 我刚被他扶正 就听到一个大嗓门在嚷嚷 贵人就了不起吗 贵人撞到人 就可以不用赔偿吗 这是马车撞到人了 随着周围 逐渐有了看热闹的声音 于明耀敲了两下 马车内壁 很快就有吓人上前 主子 是他突然冲过来的 我们及时拉住了马 但还是撞到了他 我吃惊地看着于明耀 碰瓷 我还没见过古代的碰瓷呢 我悄悄掀开帘子 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子 赖在地上 正不顾形象地惊声尖叫 赔钱 赔钱 我要看大夫 来了来了 大夫来了 我急匆匆跳下马车 还不忘拿上药箱 我三两步跑到他面前 就要给他检查 他立刻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你要做什么 贵人要杀人灭口了 贵人要杀人灭口了 我被他的阵仗吓了一跳 呃 冷静一点 我是大夫 你要是太激动的话 伤口会裂开的 女子双手交叉 挡在自己身前 根本不让我碰 胡说 你是从马车上下来的 怎么会是大夫 你就是要杀人灭口 你就是不想给钱 他突然把下头上的簪子 全力朝我挥舞起来 我后退不及 第一反应是不伸手挡 但这样一来 那簪子就朝我的脸去了 我下意识闭上双眼 等待着预想中的刺痛 甚至大脑已经想好一会儿 要怎么清洗伤口 怎么给自己开药 结果下一秒 我就听到了女子的尖叫 我重新睁开眼 才发现 于明耀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了 现在 他正站在女子的旁边 抓住了她 还卸掉了她的手臂 女子跪坐在原地哭叫着 周围人全都目瞪口呆 于明耀好整以挟地拍了拍手 这条街上谁不认识李大夫 谁不知道她医术好 心也善 怎么到你 这就成了要杀人灭口的凶手了 她轻蔑地打亮了女子两眼 对我说 去检查一下吧 看看撞得多重 女子疼得没法挣扎 但她依然尖叫着 拒绝我接近 这态度就很不对了 我仔细检查后初步判断 只是轻微地挫伤 除了于明耀让她脱旧以外 周围哗然 大家都不是傻子 一看就知道 这女子是想讹钱了 有人低声说 怎么想的 惹谁不好 惹这个混是魔头 这不是偷鸡不成 十八米吗 大家都在等于明耀当场发飙 我甚至在角落边边 瞅到了看热闹的浴室 这边乡 于明耀蹲到女子前面 脸色阴郁 不管你是想讹钱也好 还是想败坏我的名声也好 都是小事 但想伤我的人 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默默吞了口唾沫 寻思着 如果于明耀等会泰国 我得拦一拦 结果没成想 她只是在女子恐惧的神色中 扔给她一个钱袋 然后吩咐下人 带她去附近的医馆智商 然后去报官 是 走吧 做完这些 于明耀弯腰拎起药箱和我 重新上了马车 就这 我和看热闹的人都呆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上车后的余明耀 就伸出一根手指 不停点我的额头 你不是脑子挺好使的吗 怎么今天遇到点事 就冲上去了 你做事过不过脑子 别人要伤你 你能不能躲一下 光知道保护手有什么用 你是大夫没错 但手有命重要 你是下属 知道吗 跟我说一遍 下属 你要做什么 应该先争得我同意 冒冒失失像什么话 哎 哎 别哭啊 不是 我不是骂你 我还不是怕你出事 余明耀教训到一半 我突然哭起来 眼泪豆子一滴一滴 装满了委屈 我确实怕了 但不是怕被那女子伤害 穿越至今 不论身处战场 还是人在京城 我一直无依无靠 战战兢兢兢 即便是背靠着眼景的时候 我都从不敢放松和放纵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遇到了危险 或者犯了事 她会先权衡 再考虑要不要救我 这个时代 女子和人命 这两个词分量太轻 不论我表面看起来多么强大 多么没心没肺 多么拼命 我的内心都是毫无安全感的 我过去之所以不哭 不是因为我不难过 不害怕 而是因为这些情感 对我的前路没有益处 现在有人会替我出头了 有人会因为我不珍惜自己 因为我犯传骂我了 我那些积压在心里的负面情绪 一下就都转化成了旷世大委屈 我不管不顾的任性大哭 眼泪鼻涕挂了一脸 于明耀一副糟了 糟了的样子 手忙脚乱的在马车里翻找帕子 最后只翻出了个石盒 里面有我喜欢的红豆饼 她尴尬地把红豆饼递给我 是我错了 要不吃点 我像神经病一样破涕而笑 一到公主府后 我的眼睛肿得老大 于明耀的袖子脏了一大块 公主和驸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朝我和于明耀投来暧昧不明的眼光 于小公爷顶着不知是休 还是脑的大黑脸 急不往他惯用的院子走去 他受不了一袖子的鼻涕眼泪 说要换衣服 我怪不好意思的 不等公主是不是要说啥 抓起他的手腕 就是一个枕脉 当我沉浸在脉箱中时 精神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然后我就品出了一丝不同 我慢慢促起眉 又请公主换了一只手 这时于明耀也换衣服回来了 她看着屋内一样的气氛 与公主和驸马一起安静地等着 这一脉 我品了很久 直到我松开手 驸马才紧张地问出声 怎么了 我看了看公主 又看了看驸马 张了张嘴没发出声 我又求助地看向于明耀 满脸忐忑 她的表情逐渐肃默起来 她沉思片刻 冷静地说 别担心 有什么事就直接说 我吐出一口气 感到有了主心骨 我郑重其事地对公主说 您有喜了 公主原本严肃的脸 慢慢变成惊讶 接着又很快变成惊喜 她侧身过去 紧紧抓住驸马的手 脸上迸发出少女般的笑容 阿荣 我 我没听错吧 听着公主略带哭腔的声音 驸马的手都抖了起来 但她却并没有露出开心的神情 反而十分紧张地看着我 公主的身子受得住吗 我看着公主 仿佛一下从天空跌入泥土的脸 缓缓摇头 理论上来说 公主现在的身子还不适合受孕 即便现在怀上了 也不能保证 胎儿能平安活到生产 那就不要孩子 驸马快速决定 不行 公主一下站起身 情绪激动 我盼了这个孩子这么久 他既然来了 你凭什么不要 公主用力抓住我的手 脸上难得露出怒容 本宫命令你 保住我的孩子 好疼 我知道她是因为情绪激动 并不是迁怒于我 再加上我联系她现在是双身子 没敢贸然把手挣脱开 在我咬牙切齿忍痛的功夫 余明要迅速上前安抚 姑姑 您冷静一点 小心伤到孩子 公主这才一惊 冷静了下来 松开了我 余明要不着痕迹半挡住我 姑姑 您别急 不如把老太医也叫过来 听听她怎么说 因着我是女子 余明要有心让我逐渐 接手公主的私人医生工作 所以 这半月以来 老太医几乎都只在府里养老 很少再替公主诊脉 老太医来后 甚至又甚地看了脉 和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公主一脸颓败 往日的那身光彩和傲气 全然不见 她双目无神地问我和老太医 真就没办法了吗 我心疼不已 我咬咬牙 也不是全无办法 如果您愿意卧床保胎 遵医主吃药 扎针 用爱酒 我们就可以试试 但公主 这个过程很辛苦 结果也不一定好 更重要的是 您生产时的风险仍然会很大 即便如此 您也要保下孩子吗 公主眼睛里的火被点燃了 她没有任何犹豫 我要试 她想了想 又说 你尽管大胆试 就算保不下来 本宫也不会给你降罪 但如果保下来了 你可以提一个愿望 我从余秘药借给我的小院子 搬到了公主府 为了让我安心工作 公主让我住进了最豪华的客房 还拨了身边的大丫鬟 和一串小丫鬟 照顾我的起居 余秘药拎着酒壶晃到我这儿的时候 我正坐在廊下 看着月亮和星星发呆 看着看着 我叹了一口气 怎么 后悔了 余秘药问 后悔了 我太冲动了 如果按照我过去的性格 这种把握极低的事 我是不会建议患者尝试的 对患者不好 对我也不好 我最近真是太不谨慎了 我又叹了口气 这种情况 似乎是从我意识到 凡事都有余秘药 给我斗地以后开始的 大意了呀 但是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 公主露出那样的表情 你说 公主为什么一定要孩子呢 万一他出事了怎么办 万一驸马 移情别恋怎么办 他敢 余秘药把酒壶一摔 如果有那一天 我和舅舅会撕了他 余秘药口中的舅舅 指的是皇帝 半晌 他有些无语地看着我 你能不能不要在别人家里 说人坏话 冒冒失失 也不怕得罪人 我做了个鬼脸 也不看谁说的话 更得罪人 他白了我一眼 坐到我旁边 姑姑并不是为了 驸马才想要孩子 他是自己想要 十多年前 姑姑曾经有一次 做母亲的机会 但当时他要上战场 为了国家 他打掉了那个孩子 这之后 他就再也没能怀上 谁都不知道 姑姑当时是抱着 怎样的心情 做这个决定的 但你我都看得出来 这一次 谁都无法阻拦他 我有些低落 做女子真难 于明耀看了我一眼 突然说 你还记得那个 故意撞我马车的女人吗 我抬起头 他后来去了医馆 把手复位了 但说什么 也不肯多花钱买药 去建官之前 他求我派过去的人 把多的钱给他弟弟 那孩子咳得厉害 说是出生 就如此 只能养着 所以那个碰子女 是为了他弟弟 然后呢 我巴巴地问 于明耀手拖着头 满不在乎 没然后 我让人把他放了 顺便给了你的帖子 让他们去医馆看病 我的帖子 那就是看病不收钱 拿药成本价 我一笑 心情畅快了许多 并且觉得 此刻的小公爷 格外顺眼 他说 女子想要在这个世道 生存得好 总要比男子难些 所以不论是姑姑还是你 又或者是卫士 以及这个女人 都有让人佩服的勇气和毅力 他收起手 看向天空 我过去从没想过 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看到你们 我想 如果能努力让这个国家 变成一个女子 也能生存得很好的地方 也不错 说完这些 他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了 照顾好自己 风从他的身上 吹来淡淡的酒味 隔天一早 他去了战场 原来那晚 他是在跟我道别 公主说 于明耀替了他的差事 但具体是什么 他没说 总之并不是什么 很安逸的工作就是了 毕竟皇帝并没有发过 要他去编赛的诏书 这么一想 于明耀应该一直都做的事 不能放在明面上的事 所以 于家的哥哥姐姐 还有皇帝 公主 才对他那么宠爱 那根本不是什么宠爱 是愧疚 这个少年 被人说嚣张跋扈 被人说玷污了 于家的脸面 但那里那个真实的他 又有多少人 有幸看见呢 明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却背起了最沉重的责任 现在又为了公主 能安心待产 接下了他的工作 哦 倒也不都是为了我 公主躺在床上 跟我说闲话 我一边替他熏着爱酒 一边接话 那是为什么 似乎是为了哪家姑娘 再努力转功熏吧 我极努力地克制 才没有让拿着爱酒的手 停下来 但不知为何 我嘴里有些发酸 小公爷也到了婚嫁的年纪呢 我听见自己 强装若无其事的声音 是啊 这孩子也是大人了 对了 你呢 打算什么时候嫁人 我 嫁人 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 大红嫁衣 还有挑起盖头时新郎官的脸 雌雄莫辩 带着少年的英气 又带着少女的妩媚 我摇摇头 甩开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我现在 只想让您平平安安 以后想让更多人平平安安 万一嫁人了 对方想让我相夫轿子 不让我做大夫怎么办 若是这样的话 还是不嫁了 虽说本朝有女官 外面也有女子经商 但到底还是少数 大多数男人 都还是希望男主外 女主内 我有理想 我也不想勉强自己 公主若有所思 这样啊 这就麻烦了 我想问怎么就麻烦了 但公主已经闭起了眼 时间在回忆和思念中划过 京城迎来了一个 热闹又冷清的新年 热闹是别人的 冷清是我的 街上张灯结彩 家家户户都贴起了春帘 挂上腊肉 空气里弥漫着幸福的香气 就连小儿被吹村的脸 都是喜气洋洋的 公主给我了一个大风红 让我别总像老太婆一样 不是在她身边坐着 就是在医馆坐着 她让我也约三两个好友 去外面玩上一玩 我来京城才不到一年 天天眼里只有工作 哪来的好友呀 我领着龙凤胎 小妖童上了街 看着他们快乐的这边 看看那边买买 心里突然腾生出一种 隔着玻璃和雾气 看着他人欢闹的感觉 众人皆清欢 唯我截然 我突然就想起了 那个少年的笑 那样肆意张扬 就是公主府里开的 最精绝的牡丹都比不过 她要是在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会有 这种孤单的感觉了 还说每年过年 都会亲手给我一个大红包呢 才第一年就食言了 我没来由的生起气 可能是工作实在机密 所以余明耀 没有往公主府烧一点信 唯一知道她是否安全的人 大概只有龙以上的那位 公主原本也是应该知道的 但皇帝希望她安心养胎 所以没给她透消息 我只能劝自己 她要是有什么事 国公府和皇帝 都不会看起来心情不错的样子 可我还是难以安心 我叫回了龙凤胎 说我要去庙里上住香 我两世都没这么虔诚过 从庙里回来时 我碰到了严谨和卫福 卫福已经开始显怀了 看起来气色很不错 至于严谨 眉眼带着郁郁寡欢 我没怎么关注朝堂上的事 但公主最近可能是实在无聊了 总拿朝堂上的是八卦给我听 听她说 严谨的仕途不怎么顺利 本来她的长处就是领兵打仗 回了京城 官职是生了 但实际上没有实权 比起卫福的父亲 那简直差远了 原本应该拿捏妻子的她 现在却要仰仗月甲 这样大男子主义的她 如何受得了 我远远朝他们夫妻礼貌地点头 准备离开 没想到严谨叫住了我 李姑娘 可否借一步说话 我惊讶地看了眼卫福 她笑应地回看我 似乎一点也不介意 我也想跟李大夫叙叙旧 等将军和你说完话 我们再说话 这夫妻俩 我只能苦恼地跟着严谨走到旁边 将军找我合适 严谨看着我 眼里晦涩不明 果然 我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这句话矫情到 差点没把我送走 我强行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 尽量让自己显得有家教一些 如果没事 我先走了 说完我赶紧往后撤 但严谨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 过完年 我就回边赛了 管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严谨急切地说 你不是不喜欢京城吗 我们回去好不好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一起讨论兵法 一起治理军营 她是一点也不怕被自己妻子听见 我使劲甩开她的手 再也顾不上给她脸 冷淡又直白地说 你能不能起码一次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说我不做妾 你是没脑子吗 不是做妾 我们就像以前那样 我还是将军 你还是军医 严谨慌乱极了 但她还是在我越来越冷漠的表情下 扇扇住了口 怎么 开始不是还想要我做平妻吗 现在不能当家做主了 连带着给我画的饼都变小了 我讥讽道 拿捏不住你夫人了 就想换个人拿捏 又要伴侣有利用价值 又要伴侣能被你掌控 你怎么这么能做梦呢 严谨被我的不客气 噎到脸色发青 偏还要在那摆架子 你这样傲慢无礼 还整天都要跟男子比个高下 除了我 还有谁能容得下你 我的教养 简直要被这个无耻的人击碎了 我还要再反驳 突然听见一个声音 可 我就说 怎么回来一趟 严将军就被贬到鸡脚嘎拉了 原来是嘴里塞了粉 脑袋里装了草啊 你挖人都挖到太医院了 那声音像一只剑 笔直地穿过我与这个 世界之间的玻璃罩 它划过的路径 刺破了朦胧胧胧的雾 让我的眼睛 一下看见了世间所有的色彩 我的心 扑通 扑通 疯狂向我展示它的生命力 我快速转身 脸上爬满热气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满街红色都压不住的少年狼 他好像长高了一些 人瘦了 脸比雪还白润 我欢快地跑到他旁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咳 咳 半个时辰前 这么冷的天 你不在府里待着 跑这么远做什么 我找了你半天 余明耀皱着眉 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急忙搭上他的脉 你怎么 脉相有意 我心一慌 就要当街扒拉他的衣服 他把我领子一拎 远离了他 回去再看 严谨还想拉我 余明耀毫不客气地把我放到身后 很瞪了他一眼 你们 你不愿跟我走 就是因为他 就他这个草包 严谨愤怒大吼 余明耀懒洋地道 真像他说的 耳朵里从来听不见别人说的话 我刚不是说了吗 你挖人挖到太医院了 真是好大的脸 年后你去你的鸡脚嘎拉 他生他的女医 你有本事 就找皇上要人呗 严谨惊惊地看着我 面上全是不信 你要做太医了 进了太医院 就是关身了 他再也没有任何能耐 能勉强我去做他的女人 还没听说 哪个女官给人做妾的 你跟他认识了这么久 还真是一点也不了解 他的能力呀 余明耀继续插刀 我站在旁边做背景板 主要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要做太医了 这时 卫福走了过来 他微笑着 向余明耀醒了一礼 对严谨说 将军 我累了 我们回去吧 严谨的脸 一阵红一阵白 失魂落魄地 被卫福身边的人 俯走了 余明耀很满意 他朝卫福点点头 我这会儿才想起 卫福刚刚说 有话要跟我说 我有些急 夫人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若是不急的话 我们约改天可好 卫福意味不明地 看了我和余明耀一眼 露出一个笑 不急 我改日再给您递帖子 我感激不尽 连忙拽着余明耀 往公主府走 他身上的伤 又多了一道 我一边给他上药 一边说 你回来就歇息啊 派人出去 找我不就好了 怎么 我妨碍到你了 我无语 说什么呢 我是从庙里回来 碰巧遇到他们的 你去庙里做什么 你是大夫 还信这个 余明耀眉毛一条 我嘟嘟囔囔 大夫就不能去求福了 职业骑士 求的什么福 平安福 你是大夫 我给公主求的不行吗 哦 余明耀撇撇嘴 场面一下冷了下来 你 还走吗 我小心翼翼地掩饰心声 嗯 事情还没办完 偷跑回来的 那你还那么高调 就他这张脸 这个身份 往街上一站 半个京城的人都知道 他回来了好吗 没事 我跟舅舅说 如果我再不回来 接受你的医治 我就要死了 余明耀满不在乎 我看着他的伤口 这伤很普通啊 一般的大夫都能治 我鄙夷地看向他 这人摸鱼还找这种借口 我已经跟我大哥说了 要他赶紧辞官 把位置给我让出来 他同意了 最多三年 三年以后 我就会慢慢做官 到时候 我的名声也会慢慢变好 余明耀突然岔开话题 脸上出现一抹红 我瞪大眼睛 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你大哥辞官 他为什么还会同意 瑜伽大哥 虽然比余明耀大二十多岁 但在朝堂上来说 正值壮年呢 我说 我再没个正经差事 媳妇要跑了 他就同意了 余伽哥哥姐姐都在当官 虽说指大哥职位高些 但要是再加上一个他 还是太显眼了 也就是说 他要是要做官 哥哥姐姐就得退下一个 只是没想到 竟然是大哥退 看来瑜伽上下 都很看重这个姑娘 哦 我低下头 继续给他上药 我感觉到 余明耀的肌肉紧绷了起来 他有些慌乱 我这次差事办得不错 舅舅答应 我用这些功劳 换你进他医院 我猛然抬起头 他里一跳 连忙错开了眼 但很快 他又强迫自己看向我 他的眼里 好像 好像成满了朝霞 我听见他说 舅舅还说 你要是能保下姑姑这台 他就直接封你做太医 所以姑姑许诺你的愿望 你可以留着 要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我的心不可抑制地跳动着 他说的 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你以后就是女官了 没人可以轻易欺负你 我也会努力成为你的靠山 你可以一辈子做你想做的事 追求你的理想 我发誓一生都不让你困在后宅 所以你能不能 能不能等我回来 全文碗 翻外 余明耀在京城只待了三天 三天后 他又要走了 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 我站在了公主和驸马后面 为他送行 公主拉着他的手 嘱咐了好久 余明耀一直低着头 听得很耐心 等他俩终于说完话 余明耀就朝我招了招手 过来 我不情不愿挪了过去 不敢看他的脸 因为那天 我还没给出回答 你就没什么话对我说 余明耀美好气地说 我支支吾吾 一句话说得零零碎碎 余明耀黑着脸 想发飙 吸了口空气 又把怒气吐了出来 他一边说 真服了你 一边从怀里 掏出一个东西塞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 是个胖乎乎的木头娃娃 脸圆圆的 嘴翘得高高的 有两个小酒窝 眼睛弯成月牙 笑起来像只小狐狸 好丑 我脱口而出 照着你叼的 余明耀面无表情 真可爱 我立马改口 余明耀很满意 然后 我俩又陷入沉默 一旁有护卫过来催 大人 时辰不早了 我一惊 连忙也掏出一个荷包递给他 余明耀挑剔地伸出两根手指 把荷包撵了过去 好丑 我秀得 我把眼睛一眯 后悔送出去了 伸手就要抢回来 余明耀不给机会 迅速把荷包塞进了衣服里 不许抢 再抢就是耍流氓 荷包里是什么 余明耀又问 我不想回答 你快走 没听人说 时辰不早了吗 余明耀无所谓地说 那我等一下就跑快一点 荷包里是什么 他身后的护卫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眼里写着求求你了 快告诉他吧 我毫无办法 平安福 果然是给我求的 余明耀笑了起来 比朝霞还璀璨 我的脸颊也被染红了 余明耀弯下腰 当着所有人的面 凑近了我的耳朵 用气声说 等我 我捂着耳朵连连后退 整个人都在发烫 余明耀哈哈大笑 翻身上马 扬边去 夏至那天 前线传来捷报 塞外的三个小国 都献上详书 过了两天 我升官了 从九品一注升到了八品 皇后娘娘还刺了我不少东西 我一脸猛 思考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我最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错 毕竟我一直都很优秀啊 我把这话跟公主说了 她很无语 明耀也不在你跟前啊 怎么你的脸皮都快跟她一样厚了 我腼腆了一下 脑子很快转过弯 是因为小公爷 那三道详书 是因为余明耀 我知道她厉害 但没想到她这么厉害 看着我那惊喜的样子 公主笑得很可亲 嗯 她这次做得不错 那边的主将把她夸了又夸 皇上很高兴 我那兄长一高兴就喜欢赏人 但瑜伽上下都不能再赏了 所以就便宜了我 我很纠结 陛下和娘娘不反对我 我和小公爷吗 我是姑女 而且皇上和皇后肯定知道 我跟严谨那点子过去 公主懒懒地扶着腰散步 为什么反对 明耀这么多年都没为自己提过要求 现在提了个你 皇上高兴还来不及 至于你那些小理想 皇上和瑜伽大郎都很赞成 你不知道 这两个家伙对明耀未来媳妇最大的期许 就是能让她吃软饭 别妄自菲薄 未来的李太一公主扬着嘴角 与气愉悦 你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本钱 我开始扳着手指头等于明耀回京 只是我还没等到她 就先等到了卫福的大丫鬟 她是和那个给我端过一碗面对丫鬟一起来的 一见到我 俩丫头就哭得气都顺不过来 就就就夫人求你大丫鬟抓着我的袖子 扑通一声地跪下了 我猛然反应过来 这几天是卫福的预产期 我连忙把她拽起来 你们夫人生产了 是是难产 我皱起眉头 回身去收拾药箱 顺便喊来了龙凤胎 要他们随我出诊 也许是受到了我的影响 大丫鬟成功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路上的时候就开始替我简单说明情况 卫福竟然被严谨的通房推了一把 而那个通房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她也有了身孕 恰好是严谨回边赛前怀上的 她赌严家不会对她怎么样 我气笑了 那是严将军的敌长子女 她凭什么这么赌定 去母留子 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什么少见的事 大丫鬟低下头若有所思 好一会儿才继续 她说 卫福当时就疼晕了过去 她跪下来求老夫人请我过去接生 没想到老夫人左一个再等等 又一个再看看 就是不答应 好在府里大半的下人 都被卫福掌握在了手里 大丫鬟硬是在其他自己人的帮助下 跑了出来 做得好 我毫不吝啬夸奖 大丫鬟露出一个丑丑的笑 我问 你们家旧爷呢 卫福有一位敌兄 时任中枢社人 属于天子进城 就是那种虽然没什么实权 但很方便按戳戳给皇帝上掩药的臣子 大丫鬟被我问住了 因为卫福和这位敌兄关系一般 我招了龙凤胎中的弟弟过来 你跟那个小丫鬟一起 想办法把卫家旧爷请过来 我又对大丫鬟说 这种时候就不要想着平日亲不亲近了 卫大人和小卫大人 一定不会让严家欺负出嫁了的姑奶奶的 不然他们家的脸都会丢尽 放心吧 小卫大人肯定会过来 给你家夫人撑腰 大丫鬟狠狠点头 我随她去了将军府 老夫人见到我 尖叫着要人拦住我 龙凤胎中的姐姐 轻轻瞧瞧几个动作 就把他们全挡住了 我冲进产房时 老夫人还在外面喊叫 好你个卫福 连夫家脸面都不要了吗 你叫谁来不好 叫李观一 你不怕他 给你把一死吗 我才不怕他呢 我把龙凤胎中的姐姐放在门口 她也只敢放嘴炮 卫福被老夫人的嗓门吓得一惊 疲惫地睁开眼 又在看见我的时候 眼睛亮了起来 她抓住我的手 声音虚弱但坚定 李姑娘 救我 我只信你 我只信你 我紧紧会握住她 好 你配合我 我们一起努力 卫福含泪点点头 神态放松了下来 接生的过程 伴随着老夫人隔一会儿来一句的谩马 我也从她那难听的句子里听出 她不想我来一是因为她个人厌恶我 二则是因为她看不惯 卫福平日里压她儿子一头 还把她架空了起来 看来那个通房敢这么做 极有可能是老夫人受益的 我看着疼得受不了 却一直在坚持和努力的卫福 心里一酸 你别听她的 你好好生产 好好活下去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卫福没力气回答我 但她笑了一下 幸运的是 真半霸声没持续太久 因为卫家就也到了 这位小卫大人 一来就镇住了场子 她站到产房窗边 隔着帘子对卫福说 四妹安心 你和孩子 今日若有什么不好 严谨的前程就断了 老夫人的声音一下就停了 卫福便有了精神 不到半课中 婴儿的啼哭声响起 母子平安 是个女孩 我把孩子放到她旁边 哭得可有劲儿了 卫福露出了一个很温暖的笑 希望她以后能和李姑娘一样 做个勇敢 自立 快乐的姑娘 希望她以后 可以不受任何束缚 严谨的前程还是断了 卫家的态度是其一 她自身的无能是其二 具体说来 就是严谨打了几场 非常拉胯的仗 把自傲和毒断 体现得淋漓尽致 导致军中将士死伤惨重 过去她还能靠着 我和我手下那些军医 把将士的伤亡率拉低 现在没了我的技术 和我对其他军医的指导 她领兵方面的短板 就完全暴露了出来 大臣对严谨的弹劾 跟雪花片似的堆满了 中书省的办公桌 小魏大人精心挑选了 几张骂的最有水平的 递给了皇上 于是龙颜大怒 同一时间 皇上还收到了 不知道从哪快马递过去的密折 也没说什么要紧事 就纯骂严谨 然后皇上就让严谨 没个十年八年 不许入境爱她眼 顺便又按戳戳 给我升了官 我成太一了 嗯 看来于明耀就是那个落井下石的七三了 我多开心啊 魏福也很开心 因为太开心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那个推了他的通房 打包送到了严谨旁边 听说将军又收了两个梁家子 就让他们一大家子团圆去 魏福乐淘淘地逗着女儿 他说他不会合理 严家的东西都是他女儿的 不管多少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然后认真提醒他 怀孕了不建议长途旅行 小心被骂刻薄善度 魏福 所以我把婆母也送过去了 顺便从你家医馆 雇了两个大夫随行 待他们确定平安了再回来 我一惊 原来之前那位冤大头 哦不 金主是他 我立刻握住他的双手 诚恳无比 日后若还有类似的业务 请一定认准我家医馆 魏福很满意 他拖着下巴瞅着我 问你和那位小公爷如何了 我听说他还在游学 你要是没看上他 考不考虑做我扫扫 魏福隔天就拖了我的上官 来找公主探口风 听到消息的我坐在廊下 对着空气得意的自言自语 我可真受欢迎 哦 很嘚瑟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 我惊喜地回头 一眼就看到了风尘仆仆的余明耀 他一身悬色净装 眉眼稍显疲惫 一看就是直接来的公主府 我开心的不行 提起裙子飞跑过去 围着他连转两圈 新奇的不行 你留胡子了 说完我又皱眉 你怎么又长高了 余明耀周身尚未消吞的尖锐气势 一下就柔和了起来 他摸摸下巴 语气愉悦 差是需要 就留了点 是不是很成熟 很帅气 又变成了那个自私无忌的少年郎 我认真摇头 不好看 他摸胡子的手就僵住了 皱着眉说 你怎么喜欢小白脸 我哈哈大笑 干嘛贬低自己 余明耀一愣 皱着的眉头 就融化开来 他嘴角勾了一下 又迅速竭力克制住 最后唬着脸说 我一共就出差两回 两回你都要惹点桃花 你什么意思 我犹豫 意思是我人美心善能力佳 魅力十足 余明耀 我害羞 这不能怪我 人太优秀了 桃花挡都挡不住 余明耀的拳头嘎嘎作响 他突然下定了决心 我不等了 他认真的看着我 我不能等了 我本来计划在等几年 等你把放在医术和病人身上的心 稍稍分出来给我一点 等我从暗转明 能够光明正大的和你同朝为官 再向你提亲 但现在看来 再等 只会让你的好备越来越多的狼看见 所以李观仪 我正式向你求婚 嫁给我吧 我被余明耀的突如其来 打了个措手不及 脑子一瞬间 就像炸开了一大朵烟花 我傻傻地看着他 半天没有回答 就在这时 院门两旁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和余明耀同事看过去 就见公主 驸马 还有瑜伽大哥大姐 正扒着门缝看得起劲 看到我们看过去 他们几位还快乐地打招呼 别管我们 继续呀 快回答他 余明耀就看了回来 双手插腰 回答呢 颇有点强装镇定的样子 我笑得好开心 两辈子都没这么开心 我大喊一声 好 彩蛋 定亲当日 余明耀带着人敲锣打鼓 围着卫府转了三圈 那你没有觉得错 因为我写的手笔物了 尴尬